欢迎回来 然后还有acrobat就是pdf 然后还有就是sketch 然后你直接可以到网上download 然后我也会给大家附件已经下载的内容 你可以直接下载 然后这个是网页上的基本预览 形式和模式都是跟foundation5一样 但是它有更加丰富一点的内容 然后我会告诉大家这两者的区别 我们就下载好以后呢 可以把它的sketch file打开 如果你想要用它的illustrator file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打开以后 这还是icon icon我就不想多说了 然后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和之前foundation5的区别在哪里 我先不回答大家 之后再回答 这个有uicontrol 然后这边还有notification 就是它有比较多细节的东西 然后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去选择自己想要用的元素 然后依然是copy and paste 然后我觉得boostrap的内容更加丰富一些吧 然后包括有这种card resource 然后这里有message editing 就是很多东西可以直接拿来用 而且包括有那些默认的profile的东西 然后这些资源你是可以收集 并且你自己可以另存为simple的 对不对 就之前说过 然后这边很多表格之类的 然后时间日历 skill set text field 然后有一些empty state empty state也非常重要 然后empty state对于做网页和做mobile的时候 都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 但是作为设计师依然对大家高要求高标准 还是要做一些empty state 而且empty state很多东西就是 可以有一些micro interaction 就是非常细小的动画 这才是好设计 就是好的app的一个关键 然后company 这些就是一些额外的元素了 然后这个credit是这个公司做的 所以他们因为版权的问题 所以这些公司给大家提供免费的材料 希望大家就是多分享 然后follow他们公司 那就可以知道他们公司会出另外的一些所谓的UI套装之类的 这些都是免费的 所以你可以合法的使用 但是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改一下 不是说直接拿来用 之前呢我有在foundation5的时候呢 之前卖了一个关子 其实也不一定了 我只是忘了跟大家说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套东西其实是有差别的 我们把之前的foundation5再打开看哦 因为foundation5这边的folder 也就是这边的文件夹都是紫色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很多东西都已经把它改变成symbol了 所以当你去symbol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button style control forms都是symbol style 对不对 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去不同的page 然后你直接拿来用 而不需要copy and paste 但是boostrap这边 它并没有把任何东西设置成symbol 所以你只能copy and paste 那这两者的区别不是很大 就是有一个会麻烦一些 但是各有各的好处 所以如果你想设置为它为symbol的话 你可以这边手动自己再创建一个outboard 然后把它 我教过大家如果create symbol对不对 如果你不希望就是把它create symbol的话 你可以把那个symboldetach掉 就是把它取消作为symbol 这些都是非常flexible的 大家完全是可以自己控制的 这就是主要的区别 这两个gui的区别 但是功能上都是我觉得非常好用 当然我还会之后介绍给大家一个plugin 会把这些都秒杀 但我不代表这些没有用 这只是你收集UI的一个途径 然后我会给大家之后在附件里分享 然后大家打开研究一下看一下 希望对大家的工作有帮助吧 就这样 今天的课到这里 拜拜